What's up? 雪昭榮叫Ku 大家好 又是我 我是阿烈 今天要分享的Edge Arden波鞋 就是屬於90年代末的設計 相對於上次分享這個80年代設計 就有一個時代的飛躍 你可以看到它的設計完全不同了 也可以從這些舊款的波鞋身上 看到現在我們最新款的波鞋 在人體工學上的一個演化過程 我們一齊看看 BOOM Joyne 9 Multiple Jones 那這一對紅色的Joyne 9 是在兩年前的Kuroy這個套裝裏 其中一款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了解一下Kuroy這個套裝 裡面好像有六個顏色 Joyne第一次退業 Nike幫他做的廣告就是 Joyne根本沒有退業 他是隱藏著NBA各個球隊裡 以不同的身份在中地打豹 其中一個他所供感的球員 Multiple Jones 白股也有一個個人的Logo設計 當然 這個是一個虛構出的球員 虛構出的偶像 後來這個Joyne Logo 是有一個地球作為背景的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這個大世界 而說到Ajorn9就一定要說到它的鞋底 因為你看到有其他不同的文字和看字 Ajorn9是第一款有看字在上面的Ajorn9 再看看有其他的文字在上面 平時我就會穿這雙球鞋去健身 因為它的底部比較硬 我都穿上去打過球的 但不太喜歡 BOOM! Ajorn12 Playoffs 各位後賽配色 非常經典 黑面白底 最喜歡這些顏色 我之前都分享過兩對比較新的Ajorn12 包括French Blue to my Black 這一對Ajorn12扣於四年前 大家可以看到鞋底已經有少許樣化 可以看看它的扣子 其實這個也不是金屬 不過它是額色的 最後這個很重的鞋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雙鞋 我很喜歡十二 十二這個陰陽設計的概念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十二呢? 其實我有一個原因就是 以前高中在商場中中五放學 我看到一個大哥哥很高的 應該也是打球很厲害的 就穿著一對Ajorn12 我又在背色 嘩!我覺得這對真的好弱 就一眼下去見到這一對 我就愛上去 GOOM!Ajorn14 GOOM!The Shot 顧名詩!最後一頭 Michael Jordan 作為風球隊成員 最後一次打總決賽的最後一場 就用這一款走 當時 對位的猶他著士的防守球員Russo 在一個邊向中拼開之後 跳投 命中 就是這樣 Jordan拿到第六個總五彎 當時他就是穿著這個背色 法拉里的設計 類似法拉里的標誌 以前的球鞋都比較翁著 這一款比較偏瘦 BOOM! Dirgin 13 All-Star 就是Jordan曾經在全明星賽上聚用過的13黑色全明星灰色 可以說在這麼多對Jordan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13 也是因為以前初中剛開始學打球的時候 看到高中的學長穿著一對白色、帝色、再加土黃色的13 在上面打球真的很帥 我覺得這對球鞋是我最愛的一對方 還有他的砲爪 還有他皮的質地 砲眼 螢光綠圈著的Jordan 對,螢光綠的Jordan 那就是要說回到2011年到2012年 我在Darren Collingwood College裡面 代表我們的College去打比賽 我就是整個賽季都只穿這一款 就是Air Journey 13 而Journey 13也是我第一款擁有的Air Journey 你可以看到他後面已經刮到花光了 而且氧化也看不清楚 雖然是舊舊的,但是我依然是非常非常之愛這款 那好多謝大家又再次收睇我的視頻 麻煩大家訂閱我的頻道,關注我的微博 你可以在視頻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是怎樣想的 還有你可以關注我的微博和我一起即時互讀 那我們在下一個視頻裡面再見 祝你又有一個美好的日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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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